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哺哺爸爸 啊 这个是哺哺的妹妹 叫做燕燕 大家好 跟大家说哈喽 哈喽 嗨 燕燕呢 她今天拿了一个白雪公主 跟她哥哥一样 喜欢看书 那我就读书给她听 对不对 要培养亲子感情 就是要读书 也是要有耐心 对不对 那我们看白雪公主 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啊 白雪公主的继母很暧昧 她常常问魔镜 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她说 Mirror mirror of the world Who is the best girl 就是 Who is the beautiful girl 然后呢 有一天魔镜居然就说 是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到底是谁呢 原来是 国王跟她之前的妻子 所生的小孩 那她长得很漂亮哦 那 皇后听了之后 就非常的嫉妒 就命令猎人呢 要将白雪公主 带到神里面去杀掉 然后呢 善良的猎人 偷偷地放走了白雪公主 哎呀 她这时候也不想要听了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很耐心 把故事讲完 因为她就拿着这本书给我说 哎呀她想要读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是要让她知道 这个故事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内容 要讲给她听 所以呢 神里里面呢 她有的时候都会被 其他外物的事情给干扰了 因为小朋友的专心程度 其实也没有很久 我们赶快把这个书念完 快点 来 神里里面有七个小矮人 就把这个 收留了白雪公主 那皇后知道了之后呢 就 假扮成巫婆 给那个白雪公主 吃下她的毒苹果 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之后呢 她就 她就倒了 倒地不起了 这个小矮人回家之后 就看她倒地不起的白雪公主 她就十分的难过 小矮人就把她放进了 布子棺墨里面去了 有一天呢 那个 白马王子呢 她就骑着白色的马 然后如果 看到这个棺材里面呢 这个白雪公主 非常地漂亮 她就忍不住 骑着太像 啊 没想到 白雪公主竟然就复活了 就成为了王子新娘 所以她这个故事就是说 要学习什么 警觉心 警觉心非常重要 因为皇后借度了白雪公主的美貌 扮成了老婆婆 然后呢 给白雪公主一颗毒苹果 毒苹果 是不是能够脱离险境呢 当然是 有办法脱离险境的啦 对不对呢 那我们这个宝贝 演一演 她就 可以学习到 什么是警觉心 就是不要让爸爸 一直抱着 对不对 她要去玩她自己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讲完了 跟大家讲说再见 讲讲再见 再见再见 快点 快点 她跟她哥哥一样 肯不给我 爸爸面子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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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